11月9日,火箭客场挑战雷霆,威少继续休战,这对火箭来说是好消息,加上球队已经是三连胜,很有希望冲击四连胜。 但是三劫打完,雷霆领先了20分,火箭输给了人员不齐的雷霆,保罗和安东尼要为输球充担责任,保罗大场四中零,安东尼五中零,两人效率值都为负,除此之外,他们也没能在防守端有所作为。 雷霆当下乔治丹杰便五中五,卡下了14分,再后,老大哈登批评了这支球队,他说,我们已经打得足够努力,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,我们无法得分,空手出手不进,这会让整个球队的情绪都不好,而在防守端。 哈登表示,我们丢失了不少篮板球,内心进攻和防守都很难进行,这让我们有点焦急,我们现在没有节奏,我们会让彼此走出来的,大家都会保持积极的心态。